達之路黃江屋標售已向十億第一集團,百億新家財可入閘看樓 明報專訊2012年太古0019推出東半山納布埃茲無旋 事傳要求准買家須有五十億新家財可看樓而成熱話樓價三年來持續飆升 已做闖起家的第一集團 摩拳策長準備推出在本港首個住宅項目,為處九龍達之路九號的黃江屋 第一集團董事霍偉良接受專訪時指,實用達1.17萬方尺的黃江屋稍後將招標 在豪宅持續次熱下,黃江屋意向赤價由年初逾七萬元上調至九萬元 升幅近三成,意向售價逾十億元 賣出張城九龍一手陽房新高價紀錄 霍強調會篩選客員 初步規定准買家須有100億新家貨或看牌入集體樓差股儲數據指, 實用1722方尺以上豪宅樓價指數最新報284.5.4月 比1月276.3點升3%同時,加里06839龍堂1號已得到 唯一的實用4412方尺陽房早前以3.62億元售出 實尺於8.2萬元,成為九龍陽房最高實尺紀錄 廿令第一集團更深紅參考尺價比年初升三成至九萬達之路 王江屋是第一集團在本港首個住宅發展 法偉良透露,王江屋將以連裝修及家事家具形式標售 全屋裝修或建築成本費如1億元,連同1.5億元地價開支2012年購入 項目總投資額近3億元,預計10月完成全部室內裝修 具體招標日期為夏季末至第四季初已得到屋尺價8.2萬元 取態更深紅香港好多富豪現時居住的樣房 往往是4000至5000餘方尺 王江屋面積1.17萬方尺兼圍處九龍市區 市場較少見 料可吸引香港和內地富豪雖然香港出現政治爭拗 但霍認為本港法制、金融體制完善 只要國際都會地位不變 香港可成為中國摩納哥 吸引各地豪客來港買豪宅霍坦然 有建1號已得到陽房早前已實尺月8.2萬元售出 故張王江屋二向赤價調升至9萬元 新意向售價達10億元港可成中國摩納哥他強調 集團會嚴選准買家 以規定代理及測量司行稍後安排客人看樓時 需公佈准買家身份 以及證明相關人士擁有100億元身家 以未沒有任何融資壓力的富豪 方可獲安排入集看樓換言之 看樓門藍教三年前的太古澳旋環要高面積近1.2萬呎 白套房間隔黃江屋樓高三層 屬白套房間隔 為處地下及二樓的大廳 家庭廳佔地各約1300方尺 二樓主人套房約1400方尺 其餘套房各約400方尺 另設一間約700方尺可容納十五人的私家影院 以及此私家電梯霍偉良表示 年初至今累收完五十個查詢 當中五成合購查詢來自內地 三成為本港客 其餘為東南亞人士明報記者林可惟